继续的这位新闻人物是台湾早年到日本学习画的已故前辈艺术家张万传 他碍于成吃不仅用笔来画鱼 甚至连餐桌上的酱油都可以变成了颜料 画成了栩栩如生的鱼 而他的创作风格既豪迈又很奔放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48件的经典画作 重温一代大师的艺术风采 原本是餐桌上的鲜鱼料理 透过张万传的笔触经过形状和色彩的描绘 一要成为纸上的生动创作 爱吃鱼也爱画鱼的张万传 从油油画水彩到综合媒材画作 都能看到鱼的踪迹 每一天我妈妈买的鱼回来就是放在地板上 我爸爸就是照着那个画这样子 还没吃鲜画 所以我太太其实中间花很多时间 在收集所有我不仅画过的鱼 每一种鱼的名称 张万传1909年出生于淡水 2003年以95岁高寿过世 他从19岁开始投入绘画世界 在他70年的创作生涯中 画笔几乎不离手 甚至连吃饭时酱油也能成为他的画作颜料 虽然没有经过科班训练 张万传仍以次学的方式 吸收当时的野兽派 表现主义的观念 以不受据述的色彩和线条画风 开创出个人的独有创作风格 豪迈不离的张万传 笔下的创作 常以鱼 裸女和风景为主题 画作大多呈现出深层形色的交错特色 这些经典创作重新展出 要带领画迷进入一代大师狂野的艺术世界里 就算印雷吉尘博裕 台报道